嗨 大家好 我是大游國際特派員小姬阿 那今天呢 帶你們來介紹我們的蘋果倉 蘋果倉呢 為什麼我們會叫它蘋果倉 有沒有人跟我覺得一樣橫著的時候 這邊很像我們蘋果手機 有嗎 應該有吧 我就是這麼覺得的 好 沒有關係 就算你們不覺得也沒關係 反正它就叫蘋果倉 蘋果倉呢 跟太空倉又有點不一樣 看一下太空倉它其實是有一點像比較硬體的 就是那種科技的感覺 這一間它是比較那種圓潤圓潤的感覺 它就是有那邊邊角角 它是圓的 所以它就是蘋果倉 我們先來介紹它的主結構 它的主結構呢 是熱度星框架的 也不是像一般的那種鐵皮的C型鋼 那是不一樣的 而且呢 它的板筋是用杜鋁杜星的太空板 就是它在像我們的海島氣候啊 它是比較不會受鹽分侵蝕 不會生鏽的哦 就是人家說的沒澳沒暖啦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烤漆 我們烤漆是用浮炭的噴圖 一樣會塗上兩層 而且呢 它可以依照你 個人想要的風格去噴漆 對 啊你今天想要可愛風 公主風 海洋風 或是什麼王子風 什麼都可以 卡通風也可以 對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只要想要什麼樣的客製的話 其實跟我們講都可以 對 還有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我們的門 這個就是斷條鋁 斷條鋁呢 就是說我們就是 切鋁 切下來之後就不會再做任何的 就是像拼接啊這樣子 是完全一致的 一體的 對 OK 那我們就往室內看吧 好 我們現在是在我們蘋果倉的裡面 它這間的房型其實就真的是 一房一位的格局 基本上它的室內平衡 大概就是在4坪左右 以空間來講的話 這邊就是 比較適合做那種民宿的房間 就是單成一個房間的這種概念 那如果你今天要買就是 比較多個拼接的話 其實我覺得弄起來很漂亮 就是現在也其實蠻多人都在做這種東西的 然後再來呢 因為他們真的像這種倉 他們都是真的是有在主打一些 就像AI智能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客製化 你也可以再加裝一點 就是像窗簾啊 這些的 你也可以加那個小愛同學啊 然後它的插座燈 那些都是有保留好的 現在就只擦 很像裝冷氣通電這樣子 因為它現在這個蘋果倉 它其實也就是 人家已經預訂好 準備要發出去了 對 那我們就趁現在給大家偷看一下 對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衛浴的部分 衛浴的話呢 它一樣是做乾絲分離的 對 然後地板呢 也是防滑的那個大理石花紋地板 對 然後之後如果 如果真的很想要 因為像我們台灣比較注重於 像衛浴開窗這部分啊 到時候其實如果有提出來 我們還是可以去 滿足你的需求 對 OK 這就是它的洗手槽 對 這邊就是一個大主握的空間 真的 OK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它的牆壁呢 它的牆壁也不是用那種 細霜蓋板 對 然後像它的玻璃的話 也是中空的鋼化玻璃 就是也是防震的 對 然後在台灣真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在意 就是地震啊 會怎麼樣 對 而且還有台風 因為它下面都有指甲 它的指甲是非常非常厚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台風來 你也不會受任何的影響 對 你不用怕說 就是隨便就被吹走了這樣 對 OK 帶你去看下一個 好 先來帶你們看另外一個蘋果床 它的蘋果床比剛剛的蘋果床還大了 大概是一個房間的大小 對 那它這間呢 它就是有坐像客廳的這種格局 因為我們現在進不去 所以我們只能拍外觀給大家看 可以看一下 這邊你可以做一個客廳 然後你這邊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再加一個 覺得就是像 細窗蓋板這樣子 對 你就可以再加一道牆 然後就是一個主臥室 這邊也是衛浴的部分 對 跟剛剛都是一樣的 主要就是空間的大小啦 而且真的其實像我們蘋果床 都是可以做客製化的 那你前面到時候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露營區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小的 然後前面再加一個平台 那我看起來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對 那今天因為我們也沒辦法進去 所以我們只能拍外觀給大家看 對 我們的太空艙跟蘋果床呢 跟大家最不同的就是我們有 全台唯一道府安裝 還有專人的為你現場實地勘草 而且我們還有客製化的服務哦 今天呢不管你在哪裡 上山下海我們都可以做 而且別人做不到我們是做到了 你今天想要客製化什麼我們都可以幫你做客製 加上 道府安裝這個非常的重要 還有一點就是今天你的地 你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不知道怎麼安裝 不知道怎麼 規劃你的大小不知道怎麼放 怎麼放 我們都可以請專人的道府幫你實地勘草 這個是非常棒的服務 我們服務的潮板 對 那以下 有什麼問題 你要想了解更多的話 還有詳細的資訊都可以接 都可以打電話 打這支電話 不要打我電話哦 打這支電話 這邊會有證人的為你們解答 還有什麼詳細的資料啊 都可以給你們 對 掰掰